今天和妍妍来图书馆黄书 可以看见地上很多横条 是用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这是黄书台 和妍妍一起先把原先借的书给黄了 妍妍很喜欢历史 艺术和工程的书 小不点边还书边解释书的内容 还完书了 等会儿就去挑选新的书 卫视这边小朋友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大人的话在公共场所就是强制性戴口罩 你叫我们去楼上选书 地上的区域画得很清楚 箭头画得也很明显 这样走路方向不会弄错 就很好地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们在的这个是成人区 现在我们准备上二楼 二楼是儿童区 是专门借儿童书记的 哈哈哈哈哈哈 年年选了一本成人的书 老爸赶紧打开 告诉他这是大人看的 这本也是他自己选的 是一本艺术美食的书 它主要是喜欢里面的图案 他一个劲解释了 因为这个十字架他这么会喜欢 就是他很开心地接到了今天的第一本书 好呀我们上去吧 可以带他回家 可以啊可以带他 你要选这本是吧 现在我们坐电梯上二楼 如同区域 对这本书不是手 忍不住已经开始和他爸爸一起阅读这本书了 目前我们到了儿童区域 这里进出口和箭头的标识都还挺清楚的 如果人多的情况下 每个人能停留十五分钟左右 看人流量 今天停留的时间应该可以稍长一些 你不可以吧 颜颜非常喜欢这本书 一直忍不住跟颜爸讨论这本新书 然颜颜看到了推车标志 马上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推车放在这里的原因 好了现在我们要进去咯 要看后续请关注我们 好 谢谢大家 再见